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关注的科技界的各类资讯和消息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频道 首先来关注中国企业出海的最新消息 三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国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 已决定将其在印度的10亿美元投资中的一部分重新分配到巴西 因为印度政府拖延了一年 仍未批准其投资计划让长城公司感到非常不安 消息人士表示 长城汽车决定重新分配投资之际 正值该公司接近在巴西收购一家前戴姆勒的工厂用于生产汽车 这些直接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还表示 长城汽车还让自去年以来担任印度总裁詹姆斯扬协助在巴西的运营 印度在2020年4月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消息人士认为长城汽车此举正是受该决定的影响 两个月以前在印度一年一度的车展之上 长城汽车曾表示将通过收购前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 投资10亿美元在印度生产汽车以及制造电池和汽车零部件 两名消息人士表示 长城自2020年以来为印度编列的重新分配资金将主要用于购买通用汽车的工厂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这一成本约为3亿美元 长城汽车谢绝发表评论 而印度政府则没有立即回复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长城在另一个国家的投资则较为顺利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6月在泰国已经开始预售哈佛H6混合动力车型 当月早些时候 长城汽车在罗永府的工厂已经投入生产 我们来到下的消息 关注NASA的探月计划或许又遭遇延期 本周二发布的一份NASA监察长办公室报告发现 NASA开发新的宇航府的工作将推迟近两年 并扼杀其在2024年前让人类登陆月球的努力 这一延误加剧了NASA已经面临的一系列艰巨的时间表挑战 从开发新的月球着陆器 到让其巨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发射成功等等 机构监察长办公室的一份审计报告表示 NASA在其两套宇航服准备就绪时 将在宇航服开发上花费超过10亿美元 这将最早在2025年4月完成 鉴于宇航服开发的这些预期延误 NASA目前计划在2024年底登月是不可行的 NASA目前正试图根据川普政府在2019年提出的 阿尔特敏斯计划计划让宇航员自1972年以来首次返回月球表面 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制定的该计划要求在2024年实现载人登月 拜登总统的过渡团队认为这一期限非常不现实 但NASA继续支持这个日期 NASA的局长比尔纳尔逊后来暗示延迟非常可能 因为太空任务非常困难 该报告还表示 自2007年以来在阿尔特敏斯计划出现之前 NASA已经在宇航服上开发花费了4.2亿美元 并计划到2025年再投资约6.252亿美元 多年来随着NASA在太空中的优先事项 在新旧政府交替之间摇摆不定 宇航服的设计和目的已经反复改变 一种新的阿尔特敏斯定制的宇航服设计 称为XEMU在2019年亮相 目前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所穿的太空服是限制型的 几十年来没有升级过 而且不是为了在月球上长期行走而设计的 接下来关注一条中国科技新闻的八卦 到目前为止 本周的中国的科技新闻 基本上被小米发布会上 雷军的演讲以及阿里女员工指控高管姓卿所占据 这则小道消息则把这两大科技公司的大人物囊括在了一起 当地时间8月10日 小米董事长雷军在北京的年度演讲中 回忆了小米在股价低迷时被投资人数落一个多小时 近外界猜测 斥责雷军的投资人正是马云的妻子张英 但最新的消息 包括爆料人及雷军都表示这并不是真的 雷军在8月10日晚的演讲中自述 2019年9月2日 小米集团港股股价跌到8.28港元的时候 跟IPO价格比已经腰斩 当时跌到几乎所有人都快崩溃了 甚至有人认为还会跌到4港元 雷军说 在那段时间我特别不愿意见投资者 有一个投资者执着要见我 一坐下来只寒暄几句 就毫不客气的说 你们怎么让我赔了这么多钱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干的 接着他从小米的战略到小米的产品 再到小米的管理 把我当小学生一样训了一个多小时 我当时的衬衣都湿了 会后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 坐了很久 那一刻我特别绝望 最后获得雷军投资的科技网站 雷锋网的创始人林军 在朋友圈爆料称 把雷老板批评的衬衫都湿了的 不是别人 是阿里的张英 最后小米方面否认了该传闻 雷军也在朋友圈中表示 我跟张英是朋友 昨晚演讲中的投资话题 跟他没有关系 网上传言都是谣言 有媒体对此传闻 向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求证 要知道张英正是马云的妻子 马云对此则回应称 我们马上报案 再后来爆料者林军 再次在朋友圈发声表明 这是酒后段子 不是真的 接下来关注美国汽车市场的夸张现状 根据网站The Drive的报道 一辆2001款的里程表显示 23000英里的福特皮卡汉鲁者 最近在网上是拍出了23000美元的价格 这个价格已经可以购买一辆全新的2022年款的福特皮卡自由侠 并且可能还有找零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一新一旧的车价对比还不够夸张 或许这辆2001年的二手皮卡官方指导价格 14395美元能更好惊掉你的下巴 没错 现在的美国汽车价格仍在暴涨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目前美国车市的情况是 最受欢迎的SUV车型一道店就被抢购一空 由于半导体的短缺 汽车制造商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制造出新车 起初只是汽车半导体供应出现了短期中断 但现在这正成长为一个长期问题 推动了新车和二手车的平均价格 达到豪华车的水平 加剧了对通胀的担忧 并引起白宫的关注 根据网站Cox Automotive的数据 新车均价已经达到了42,000美元 二手车的均价也已经飙升到约25,000美元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二手车价格在过去12个月内以上涨了45% 占6月份整体消费者物价涨幅的三分之一以上 8月11日今天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上涨0.5% 同比上涨5.4% 扣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环比上涨0.3% 同比上涨4.3% 汽车现在已经越来越依赖芯片 从发动机管理到紧急制动等 驾驶辅助功能都需要芯片 由于汽车制造商与庞大的消费电子行业抢夺芯片供应 这种短缺由各种因素叠价导致 车辆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一些共和党人将价格失控归咎于拜登政府主政下的大规模联邦开支 他们希望削减这些开支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 汽车价格飙升的核心问题在于半导体短缺 白宫一直在努力试图帮助解决短缺的问题 这位官员还表示 有一些证据表明至少一些汽车价格可能已经达到高点 特别是一些二手车 但该官员还补充说 价格何时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汽车价格高涨在华盛顿引起焦虑之际 这也正推动着美国汽车经销商获利创得新高 汽车制造商正享受着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定价权 根据网站GDPower的数据 7月美国新车经销商的总利润预计将达到5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每辆车的平均利润达到4200美元 我们来到下集消息来关注极端天气 21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多次洪灾 无数人面临洪水的威胁 自然杂志近日以封面报道形式刊登了一篇全球洪水发生情况的观测研究 及卫星成像显示受洪水影响的人口比例增加 研究人员使用卫星时期观测情况分析发现 自2000年以来遭受洪灾淹没影响的人口数增加了约5800万至8600万人 比此前估计的高出了7至10倍 参与该研究的学者来自全球洪水追踪和风险分析平台Cloud to Street 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科罗拉多大学和谷歌公司等机构 近期西欧多国和中国的河南发生的洪灾造成了数百人遇难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不管是公众还是科学界对于极端天气和其引起的灾害更加重视 根据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 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 由于海平面上升和强降水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 统计上具有高性度的结论是沿海地区复合洪水的发生频率和规模在未来会增加 从大陆的尺寸来看 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这三大洲强降水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增加 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至少目前为中等可信度 《自然》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指出 过去对于全球受洪水威胁的人口估计 由于观测数据不够等原因 紧急于模型的预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研究人员使用了250米分辨率的每日卫星图像来 估计了2000年至2018年913次大洪水事件的洪水范围和受威胁人口规模 并确定在这18年时间里洪水造成的总淹没面积为223万平方公里 有2.55亿至2.9亿人直接受到洪水影响 而最新的是研究人员基于地球观测卫星测量的数据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全球洪水数据库 系统的绘制了达特茅斯洪水观测站 记录的2000年至2018年913次大洪水事件期间 观测到的最大地表水范围 该数据库包括了每月或每天的观测 并提供了这些观测的地理空间事件目录 从而帮助了研究人员进行模型校准和相互比较 数据库中已经记录的洪水事件有398个事件发生在亚洲 其中记录下的发生在印度的洪水事件有85次 中国则有52次 研究人员比较了每个国家 2005年和2000年观察到的受洪水影响的人口比例 并利用全球洪水风险与图像场景模型中的洪水危害程度 估算了至2030年洪水风险的变化 随后基于当前碳排放情况不变的假设 将过去的观测结果于2030年的模拟估计值进行比较 确定洪水暴露轨迹减缓不变或增加的国家 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 全球总人口增长了18.6% 而在观察到的洪水泛滥地区 人口增长则为34.1% 2000年至2015年期间 5800万至8600万人迁徙到至少观察到一次洪水的地区 这也就意味着全球遭受洪水灾害威胁的人口比例 增加了20%至24% 使用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洪水风险分析器分析研究人员估计 到2030年全球至少有7.58亿人 处在百年一遇程度洪水高发的地区 根据研究人员的估计 中国 法国 美国 加拿大等地受洪水风险威胁的人口比例 在过去的时间窗口内有所减少 但是在未来会增加 而像印度 巴西 德国等受洪水风险威胁的人口比例 在过去和未来都将持续增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对吧